Doguya 我之前就很喜歡仿生林的導演的前一個作品 桌迷藏 然後是一部集結的驚悚懸疑 然後有一點推理 然後他整個氣氛跟調度都處理得非常非常好 那仿生林它其實是一個 一樣是包裹著就是 一些鄉野傳奇的一個 有關於要講的事實上是一個親情執念的一個故事 那這一塊其實很吸引我 然後裡頭的兩個小女孩的演技 其實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裡頭的媽媽其實也都非常好 那這是一個有親情有感人的故事 它不只是驚悚跟詭異一個懸疑之外 它其實我覺得更重要是要講一個親情的執念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在這整個故事裡面 是除了驚嚇之餘是最好看也最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特別有趣的是 它在處理聲音這一塊 講這個仿生林 那它利用模仿人類的聲音 然後去 有點像類似台灣的抓交替吧 這件事情我覺得 有一個很好的連結啦 那不管是在處理就是鄉野傳奇跟人性的情感部分 我覺得它都拿捏得很好 我覺得韓國很擅長這一塊 那也讓我們 我看的時候也是學習到很多 我還是蠻震撼的 那說是韓版的紅衣小女孩 我覺得它不只是有做到鄉野傳奇這一塊 它也把我印象最深刻的聲音這一塊 給處理得很好 你的名字是除了 是來俊野人 我是俊野人 我是俊野人 他也俊野人 我不大聲音同性 我叫俊野人 你俊野人 你是俊野人 你俊野人 你要俊野人 我們到了 你又來看到 我的名字一百音 為什麼 我走了 什麼 它秀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